见到五家下人 与林家出人在酒店密谈 那对此有人提出意义了 认为林泽徐此行是赴广西剿匪的 不可能在广州威胁到那些商户利益 他们就认为林泽徐所说的新豆兰 指的是新豆兰接上一个美国医生开的药局 因为西医对治疗腹泻疗效甚佳 而且这家医局的医生在此之前 就给林泽徐治过善气 当林泽徐被腹泻折磨到痛苦万分之际 一定是想告诉家人 送他前往这家药局去 由此可见 这林泽徐并非遭人陷害 至于为何腹泻不止 也许就是积劳成疾所导致的 因为喊出了一句 不知所指的新豆兰 英雄之死在诸多揣测当中 更显得扑朔迷离了 令人费解压了 Fans